對於這個疫情下的這個臺灣的經濟 下半年或這個上半年來看 上半年應該不會很好 有國內的這個預測專家 有談到說這個經濟成長 今年會百分之四 大部分都是四五以上 那我綜合判斷大概是低於四 應該是三 最好也是三而已 但是臺灣還是由於過去 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來 我們的經濟的成長動力 都還繼續在 像剛才社長說 跟大家報告的那些數字 主計處也即將去報告 他的這個警氣調查 勢必又是一個紅燈 所以在這樣子的動能持續之下 我們的出口應該還會繼續好 出口受到疫情的影響比較少 比較嚴重的就是消費 那尤其是零售業 這個走到外面 你就可以看到拉下鐵門的是不少 所以這是最需要救濟的這個地方 現在政府有四百億的紓困基金 對 這個就是現在要救濟 而且力道要大 所以這個這個紓困應該要棘手 因為他們都凹凹待補 都快完蛋了 所以內吸一定不會好的 有什麼樣的好 出口應該還持續強勁 我們有堅強的出口的這個基本面 現在出口應該碰到美國的 現在的這個疫情解封以後 現在那個成長力道是很強勁的 所以在這個撲滅疫情 是第一要務 第一要務要怎麼做 我是自己這樣想 你要中央去統籌辦理 中央要統一決策 跟地方也有合作 但是不是過地方 一人一保號自己吹 自己的那個就亂了掉 是事情不會做好的 所以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有的說要從從中國進口這個疫苗 那是違反現有的中央的這個規定等等 所以再來從商業的這個行為的來看 你要進口你總是給我 要試一下看看它效果怎麼樣 那那些喊比較大聲的就先試試看看 所以所以撲滅疫情是最重要的 但是這個要有疫苗 剛才社長也有稍微提到 第二也很重要 就是國外也要去求助 自己做不到了那就求助 我我看了這個報導 蕭敏金大使 他在美國也很積極 也很努力在推動這樣 所以所以這是要多管齊下 那總之這個經濟部落官要靠大家 要多多方面 多方面的這個團結合作 才能夠盡其功 好我想這個剛剛李教授提到一個 其實臺灣這次我說口罩國家隊到疫苗國家隊 第一個我們給臺灣的生技產業 其實顯化中將來大家可以來研究這個題目 就是說政府在租稅獎勵補貼各方面 其實我們我們對生技產業政府非常重視 但是你稍微比較一下 南韓現在像三星生物製劑公司 南韓的生技產業的出口 你看他一到四月十一億七千多萬美元 這個時候想一想南韓有能力 把他的快篩產品 把那個這個重要的防疫的物資 賣到全世界 那臺灣我們對生技產業的出口相對薄弱了 第二個就是說你看那個輝瑞 他是現在全世界做最大 輝瑞股價根本沒漲 他就是他公佈那天四十三塊多 現在三十七塊多美金 你看他生產多少幾億劑的疫苗出來了 股價也沒什麼動 我們高端疫苗看到股價已經跑到四五百塊了 那這個就是說臺灣我們經常在股價的炒作非常勇猛 但是在實質的研發上 其實臺灣相對是弱勢 那這個時候要不在關鍵時刻你有沒有辦法展現那個實力 我覺得那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命脈 那我想小花兄在這次你一直都關懷臺灣 你把這次疫情對產業界的衝擊跟影響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次我大概這兩個禮拜分別有電話訪問 以前幾個臺灣的產業界的一些比較資深的老闆 包括宜進訪拓會的董事長 詹正田董事長 吳茂陳敬財董事長等等 包括各行各業的老闆 我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目前得到的大家 因為臺灣的廠商 大部分過去都是在國際化 所以他們過去在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在東亞亞地區 防疫上都有相當的經驗 這次大家都不敢掉以輕心 但是現在目前 因為美國起來 現在每一個公司的單子都飽飽的 尤其外銷的包括紡織等等 我想從股票走勢 各位就很清楚 所以他們都非常非常小心 尤其像宜進占董事長講說 因為大部分都是我們上游的 多部分在臺灣 所以對上游他們的影響比較小 當然對於人員的分流 包括這個異地辦公 包括在家辦公 包括同仁在公司裡面不能走動 不能竄來竄去 這個東西都一定必要 所以他們這個方面比較不擔心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萬一我們問說萬一不幸 有員工染疫怎麼辦 當然包括臺灣廣達 光寶等等 都有包括台積電都有一兩位 員工去染疫 他們通大部分都說染疫了 以後馬上就隔離 隔離完了以後馬上就消毒 所以臺灣的企業基本上本身這方面是守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比較不擔心 反而現在因為我們現在沿到第三級管制 沿到六月十四號 現在比較擔心的就是六月十四號以後 萬一染疫的人數沒有下降 然後我們那個那個洋 那個篩選出來那個洋綠沒有沒有下降 沒有下降到很多 那這時候怎麼辦 你要啟動封城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這是要考驗 那個縣市首長 我想最好少講 對 要考驗臺灣政府的智慧 這個下去是不得了 因為現在整個我們在這裡 都講過幾次了 現在全世界的產業是已經在世界大戰 我想看從美中就開始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臺灣本身你就是靠這個製造業 靠外銷在支撐這個臺灣經濟 當然消費剛剛李教授有談到消費這一波是下去 但是消費的影響是短線 臺灣的消費能力還是在 是因為短線沒有出來 所以短期的經濟 經濟的這個影響不算什麼 我們比較在意的是長期的這個這個產業的競爭 那所以我們如果全國如果上下一心 就是大家全島一心的話 大家團結防疫 大家自律 我想會過了 為什麼這次高盛把臺股看到一萬九千點 那花籍看到一萬四千五百一點 到底在哪裡 到底就是在看臺灣的防疫能不能成功 高盛認為臺灣的防疫雖然人數增加 但是以臺灣過去的能力 他們相信臺灣一定會克服這樣的一個困難 那臺灣本身產業競爭力強的 臺灣的今年的獲利跟去年的獲利比較 包括明年獲利跟今年的獲利比較 他的複合成長 因為他認為是有二十三個Percent 那臺灣現在比一比還算低 所以這是高盛的point out 那花旗他說為什麼看到一萬四千五百一點 最主要他認為可能會啟動第四級防疫的話 就會下去 所以兩邊講的都有道理 不感覺說完全沒道理 所以這關鍵的就是取決在防疫 到底大家做得怎麼樣 所以剛剛社長在呼籲就是說 現在不要去講那個政治口水 現在是全島一心 大家要過 那我們也相信挺得過 那在這裡也特別感謝我們臺灣第一線的 這個醫護人員跟防疫的人員 還包括警察 他們現在最辛苦 那希望全國各界都給予他們的鼓勵支持 那最重要也是呼籲政府 一定這次醫療體系一定要撐住 醫療體系不能崩下去 那我相信我過去臺灣 對臺灣的醫療的這個 這個教育跟臺灣醫療的水準 我們相信一定會挺過去 所以我對這次臺灣這個產業 包括政府的這個智慧 應該不用啟動到封城 那不到封城的話 臺灣的產業會一直持續競爭下去 這個大概上禮拜 我看沈榮基副院長有一天 我剛下班的時候他打電話來了 我說政府一定要請全力 不要變成到封城的地步 我說你要鎖住生產線 他說他全力以赴 這個也是國人 大家可以稍微比較稍微 樂觀一點的地方 好 剛剛顯化中提到了高盛的一萬九千點 他裡面有五個觀點 我特別給大家稍微報告一下 第一個他說臺灣中的經濟非常好 他認為臺灣的全整體上市櫃公司 營業額有百分之七十二來自境外 來海外 那這個時候你會知道 他說臺灣如果疫情加重 但是海外的比重 其實對臺灣影響沒有那麼大 第二個他說企業盈利 他說手記財報亮眼高盛調升台股 二零二一跟二零二二年的獲利的 年增率達二十三趴 他說如果不含臺積電 今年二零二一年臺灣的營利 這個企業盈利成長四十七趴 二零二二年是八趴 所以他臺灣的成長驅動 優於境內的相關的市場 第三他說臺股平價便宜 他說如果不記入台積電 臺股本益比大概十二點二倍 他說比整體市場 這個本益比相對是低的 第四個他說外資 連續兩年賣超臺灣 他認為外資會回頭 而且他認為臺灣有非常多好的公司 值得大家來投資 第五點他說臺灣切入綠色能源 包括AI包括機器人產業 臺灣有非常強大的未來的 燕景的公司 值得大家來投資 高盛的五點是這個 那這時候我們也大概看到 在這一次文在寅到美國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在兩個月前是日本的首相菅義偉 那麼去看拜登 那這個時候其實都談到臺灣的問題 為什麼美國正在構築一個 整個亞太市場的一個黃線 那這都衝著中國來了 包括在這一次中歐的投資協議喊停 我相信未來這個區域一定會發生非常巨大的變化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說中國現在在緊縮 包括他對那個環壟斷的機制 中國在縮斂 但美國這次是用盡吃奶粒 拜登當然在國外現在討論 但是兩兆兩千五百億美元 擴大基礎建設計畫會不會打折 那我想還有多討論的空間 但是今年的全世界來講 最大的亮點 美國的經濟開始持續往上 我相信這個力道是非常強勁的